發生事情之後 到底這個責任 算是國家的責任 還是算你的責任 你人就不要進去 要不然你出事的時候 國配法就是要對我工人的舊責 山在哪裡 政府在這裡 人民感覺 政府並沒有讓人民方便進山 因為政府半年 管跟黨的角色 今天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山是大家的 山是台灣的 我們要下山之敬 我台灣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積是山 可是我們從小的教育到一直到大學 我們所有的教育幾乎沒有跟山有關的課程 在台灣長大的人 它其實對山的環境是完全無知的 你沒辦法評估它的風險 第二種大概就是自大 你覺得山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體力好就可以衝上去了 台灣山的特別的原因是這樣 台灣很狹小 可是台灣的山高度落差將近四千米 台灣的山區都是非常非常的陡峭 偏偏民眾他到了山區以後 他如果走到正常步道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偏偏他迷路以後 他就到處亂傳 而且台灣很多的民眾 最後都會選擇下溪谷 他一到溪谷以後 就陷入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個地球 造成很多我們在台灣 這些迷途者我們很難找得出來 收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同仁不見得是 在這個山域不斷的活動的 他有可能轄距是很大的 好幾座山 那所以收的部分呢 我們希望有人幫忙 我們現在花很多時間都在收 找到人這件事情 你會要花很多成本 其實這在找人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一些特種異銷 我們組合一些異銷的人力 針對我是 譬如我是哪一個縣市 對這幾座山 我去找 了解這些山的 這些山友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就進去收救他 然後消防的能量 救護的能量 再跟後面跟上來 消防體系他做任何 從事任何的救援 對他們來講 基本上都輕而易舉的 都可以去克服的 唯獨是搜索 那搜索的話 因為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再像台灣的地形 是非常非常的惡劣的 當一個人他迷途以後 他可能會做出很多 異議長人 就是說不是我們平常能夠去做的 因為山是有管理單位的 山不是完全沒有人管的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 這塊山是你的 你應該對這個山要最清楚 在專責對這個架構上面 我們比較傾向是希望 山域管理的主政單位 發生事故的時候 我通知你 你要優先派人去跟他接觸 所以他負責收救 收的角色 消防單位呢 會把救護他的 所有能量動員 直接投入到那個位置 只要我能接觸到的 救就不是問題 所以我們有98以上的成功率 因為很多人會說 你去登山 是你自己要去登山 你出事那是你的事 可是這種講法是不對的 因為國家對人民的生命殘殘 本來就有保護的義務 其實這個義務要做到什麼程度 感謝行政院這次開放三年政策 把國賠法的那一塊部分修掉 就是第三條的那一塊 第三項部分已經修成 就是說只要是自然公務的損壞 造成有人民的性命安全的時候 是不需要受到國賠法的管制 因為以前公務員很怕 所以希望說整個封 盡量封住 你人就不要進去 要不然你出事的時候 國賠法就是要對我公務人員舊責 可是國賠法有講 如果你有做到警示 所以我們現在會在一些崩塌的路段 這個山徑或是在林道的前端入口處 我們就會有一個告示 幾K或是前方一個崩塌處 你要通行的時候要小心 要注意安全 那公務人員這個部分就也是免責 因為現在手機其實非常方便嘛 手機看地圖 手機APP這些東西 你定位都非常方便 可是你卻連這些東西都不會 這個就叫沒有準備好 當然有些國家公園啊 有些比較熱門的場地 政府去把它做建設 那屬於政府的責任 但當這些地方不屬於這些國家公園 或不屬於這些熱門路線的時候 你沒有資格去要求全台灣所有的山區 所有的步道 政府應該什麼地方都要立好牌子 告訴我這該怎麼走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你要所謂的對自己負責就是 自己應該做好準備的 你可以去挑選路線的難度 去選擇自己可以承擔的 其實政府就是只是要做到一些告知的義務 那還有山友們必須要自負責任 你要有登山安全的概念 還有登山自負的概念 之後你才能上山 在林町臨ny外道路線的概念 之後你會把這段時發生 之後你會在林町的文革 我會在林町齡主機 說明給你 早早就在憋怒 1點 1點 2點 1點